本短片为观影后的钟雷心得 可能有很多剧脱的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副手者联盟3 无限之战 目前已经在电影院热营 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 甚至有人已经二刷三刷的吧 如果想了解电影剧情内容 可以参考我另一份的钟雷心得 这份心得则是要更深入无限之战 要来跟大家补充电影里面的彩蛋 与一些小细节 另外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大战之后 MCU的局势将会是如何来发展 而再次提醒大家一下 这整个心得是基于电影最后的结局来介绍的 所以在下一段预购之后 将会直接进入爆大雷的状态 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 请自己斟酌服用啰 这次电影真不愧是MAMO的十年大作 里面的最佳男主角 当属最强的薩诺斯无物啦 整个薩诺斯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工作外包给别人可能花十年也做不完 可是如果自己动手做的话 大概两个小时半就可以完成了 原本还以为宝石要分成两集才可以收集完成的 想不到这一集 薩诺斯就已经大功告成 而且本来以为 毯子灭掉一半生命只是形容而已 至少在这一集不会达成的 结果在最起的最后 薩诺斯不但是六颗宝石到齐 甚至就直接毯子毁掉了一半的生命 有没有记得电影预告是以尼克福瑞 前神盾局长这句旁白来开场的呢 而在建议的抢夺宝石的惨烈大战 大部分的英雄挂掉或是烟灭 然后片尾片段尼克出来现身客串 虽然一样跟着大家一起烟灭了 但这一位将终于雄集结在一起的幕后工程 一方面精神意志可算是贯穿了整部电影 甚至还鞠躬进炊死而后遗 另一方面也开启了另一个即将登场的新英雄 不过在介绍惊奇队长电影之前 先来看一下今年六月底 就要登场的蚁人与黄蜂女吧 在无限日战上映之前 大家就一直很好奇在问 到底蚁人与鹰野是跑去哪里了 但电影里也就很简单的口头带过 说他们两个人故意到家庭的状况 在美上之后其实是选择了居家监禁 所以在无限日战里面就这样没有出现 不过大家也不用因为没有看到蚁人而觉得可惜 因为在两个月后蚁人2也就跟着上映哦 而根据这样的情势看起来 蚁人2被警惚是在无限之战之前展开 不过推测电影故事发生的时间 应该会有一部分与无限之战同步才对 藉由蚁人2交代了蚁人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然后在结尾时很大的可能就会接到这次无限之战的结尾 并述是像蚁人与黄蜂女这两个角色 一起带入《复仇者黎盟4》里面 而鹰眼因为在《复仇者黎盟4》之前 没有专属的猫的电影来铺陈他发生的事情 顶多看看蚁人2及其队长里面会不会有他的彩蛋 否则的话就是要等到明年《复仇者黎盟4》 大家才会看到他咯 另外鹰眼是不是如传言将会变身成《烂人》呢 这个是颇令人好奇的一点 但是不是也可能就如网友猜测的 因为上映寺的灭杀一半生命生效后 鹰眼的家人被淹灭导致他《复仇者黎盟4》的付出 甚至进而退变成《烂人》呢 这些也都要再等等才会知道咯 电影《荆棋队长》是借在《蚁人2》之后 复仇者黎盟4之前的《猫猫星英雄》电影 里面时代背景是要往前退到1990年代 会介绍了尼克斯如何认识荆棋队长的 布加山饰演卡罗·丹佛斯 丘罗洛饰演麦威尔 克里人是卡罗的导师 两个人分别会是前后任的荆棋队长 也会是一对恋人 而说到的克里人 里面其实会与一堆克里人扯上关系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猫猫星英雄》中 李佩斯饰演的控诉者罗南就是克里人 加上这个故事是发生在《猫猫星英雄》之前 所以罗南那时候还是活着 会出现在这部电影 尼克福瑞的两只眼睛也将会还是好好的 除了罗南回归之外 这次的《无限之战》里面 大家应该都看到了 红骷髅再度出现了 所以接下来就来聊聊红骷髅这部分吧 在好久好久之前 是在2011年的美国队长时 那个时候是雨果威名饰演了红骷髅 由于诡计被美国队长给破坏了 一时间是用手拿起了宇宙魔方 那时候不管是队长或是各位看官 应该都是认为红骷髅就这样的GG了吧 不过如果再回顾一下当时的画面 《配合无限之战》里 红骷髅自己说过的一些话 就会发现当时红骷髅好像是被传送走 应该不是真的挂掉的样子 然而红骷髅到底是怎么样被困在佛米尔 然后变成了灵魂宝石的看守者呢 由于佛米尔地处于克里因和可能与克里人相关 所以个人猜测经济队长颠里面 也许会补充一下这段缘由吧 不过在山洛斯取走灵魂宝石之后 红骷髅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是否又会跑去其他的地方呢 估计Marvel把红骷髅推出来 应该是别有用意的 然而这个暂时也只能说再观察看看啰 这次彩蛋与趣味梗大多是发生在钢铁人 奇异博士 蜘蛛人 心机弓队与索尔这边 而且大多是发生在大家第一次碰面的场景上 像通理靠着拉筋的宇宙大锅炉 在漫画中是奇异博士用来观察时空的法器 通理与浩克聊冰淇淋口味的部分 其实是班杰利公司在里面所推出的两种复仇者联盟口味 而通理拿来又打给队长的掀盖式手机 是来自于美三最后的片尾片段 队长寄给通理的 山洋寺与他的手下分别被复仇者联盟们取错号 山洋寺被新爵叫做麦当劳的乃琪大哥 Grimus 奇异博士则是叫乌木諧星是海绵宝宝里面的章鱼哥 而就年通理也快新爵是飞侠哥顿 这次源自于1930年起发行的同名漫画 并在1980年有一部电影作品 小蜘蛛在里面也两次引用了疫情电影的梗 一个是在1986年疫情二里面 雷布利最后解决掉疫情的方式 一个则是提到了疫情在身体里面残卵的事情 另外虽然这个梗在电影上映前就被偷漏 不过看到了新的钢铁自助装是考究了漫画设定 猫猫迷看到了一定是很开心的 电影里面还有许多自信漫画桥段 像是台狼里与德克斯被限时宝石攻击的部分 是考究了无限手透两个人被处理掉的桥段等等 很多画面或是设计也都是参考这部漫画的 而这里星爵他们再次提到了浑身四季与凯文贝肯 这些当然是来自于星爵个人喜好 在星际宫对第一期时大家就已经有看过 不过这里也被小蜘蛛酸了一下 另外格尔特一直在玩的电玩是保卫者 是1980年由亚达利推出的游戏 就是一款对抗外星太空船入侵的电玩 在电影里面 上奥斯弹指灭掉一半生命的做法 也是致敬漫画无限手套里面的情节 不过电影里的上奥斯并不是全然滥杀无辜的反派 其实里面塑造的反而更像是坚持理念的实践者 而上奥斯与刚连对打时也提到了他们两个都是受到了诅咒 意思应该是指他们比别人看得更远 也疯狂坚持自己的想法 不一定受到别人的理解但还是会贯彻意志执行的人 而上奥斯与刚连对打时也提到了他们两个都是受到了诅咒 说明了他对葛莫拉真的是有真爱存在 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性的一面 虽然最后灭一半生命 但又让观众很难痛恨他 这次电影将漫画的暗黑号令武将改成了四个 每个设定跟漫画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像电影里乌木行星主要是靠念动力 以快速移动物体的方式来进行攻击 反而没有把漫画中行星操控的能力表现得很明显 黑妖猎手暗黑武器与热压凶刃三个就比较算是力量武器物理攻击的属性 各自有他们特别的武器 而电影里面也安排他们各自被对应的英雄给干掉 像热压凶刃武器伤害的幻视最后就是被幻视给挂掉的 黑妖猎手就是对上了与他相当的浩克毁灭者 女将军则被同是女性的黑寡妇奥科爷联手解决 看完这次电影结局相信很多人都是无比沉重的 而这么惨烈的收藏下半场比赛要如何展开呢 眼前的朋友应该有发现在复仇者第一集的英雄 这次几乎都有存活了下来 包括这集没有出现的阴言 复仇者第一集一开始就是这些元老级阵容了 而且相信一定会用某些方法让其他人又再回来 其中倒转时间宝石应该是最普遍的想法 由于博士在说明时间宝石窥见成功的可能性时 几乎是对着通尼说的 所以个人认为博士放弃时间宝石与救回通尼 应该会是相当关键的两个重点 加上钢铁人一直就都是MCU的关键 所以通尼在第四集当然也不会是例外啦 另外灵魂宝石与葛摩拉的关联 个人也认为并不会那么容易摆脱的 在上落室弹子的同时是浮现了 上落室与葛摩拉小时候的对话 所以葛摩拉的灵魂有可能借由 灵魂宝石与上落室继续纠缠下去 而这点也可能会是后面逆转的因素之一吧 而除了是重整整个宇宙的故事好时机之外 相信Mambo应该会趁这样的机会 好好整理一下跟每个演员之间的合约吧 所以在复仇者四次后 又会是怎么样的情势呢 关于这个个人也整理一下几个想法 第一最好的状况大家复活 没有虚悦的角色可能还是会离开 但MCU就会变成之前的宇宙 大家继续过生活 第二是好的状况 如第一的条件 但MCU会是个重启的状态 意思是虽然角色基本设定还在 但彼此间的关系可能不同 MCU的故事会重新发展之类的 第三比较重要的状况 可能还是魂都不明 不会直接全面复活角色 时空可能会更混乱 也算是MCU重启 但会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 嗯...以上林总统 大概就是我的一些想法 不知道大家的想法又是如何呢?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讨论哦!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哦 那就先这样子哦 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